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着呢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 波动现象的第二种就是干涉 那所谓的干涉呢其实就是两个波 重叠的一种现象 所产生的一个一种物理的一种现象 我们就称之为干涉 所以介绍干涉之前呢 我们先来介绍重叠原理 重叠原理总共有两点 那它发生了一个条件 就是说如果两个波的政府呢 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 它重叠的那个部分的政府呢 就是这两个波的政府的向量和 向量和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它重叠以后呢 还会继续再通过对不对 那通过的部分呢 它这些波呢马上就恢复到原状 就完全不受到重叠的部分 所产生的一些干扰 这个就是重叠原理 好那我们接着呢就对干涉呢做一个介绍 那干涉总共有两种 就是说当所谓的干涉就是说当两个波重叠的时候呢 形成了一种合成波的一种现象 就称之为干涉现象 那我们知道当两个波 两个所谓的同向干涉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同向的波就是说 它的振动方式完全相同的波 在同一个介绍里面传送的时候 所产生的重叠现象 那这种重叠现象呢总共有两种 我们先看第一种 就是说当两个波 其中的一个的坡峰 跟另外一个坡的坡峰 或者两个坡的其中的一个坡谷呢 跟另外一个坡的坡谷 同时抵达在同一个地点 那这时候它的重叠呢 它的这个时候的政府呢 合成坡的政府呢 就是路设坡的政府的两倍 那这种干涉呢 我们就称之为同向干涉 或者是建设性的干涉 这时候的政府呢是最大的 就是两倍 这个我们叫做同向 就是同坡远的坡 那如果是不同坡远的坡呢 它的政府也就等于是两个的相加 两个的相加 这是第一种 接着我们看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说 如果其中的一个峰 跟另外一个坡的坡谷 或者其中的一个坡的坡谷呢 跟另外一个坡的坡峰 同时抵达在同一个地点 这时候就称为反向干涉 或者我们也称之为 破坏性的干涉 那所产生的合成坡的政府呢 这时候是最小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它是同坡远的坡 就是产生的坡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是破坏性的干涉呢 那这时候的政府就会变成零 因为根据重叠原理来解释 接下来是我们来看它的 有关这个公式的探讨 我们先看这个建设性的干涉 我们在这个两个同向的坡圆的坡呢 到达的地点 那到达了这个地点呢 我们就称为P点 所以我们把P点呢 对两个坡圆 求出它的距离的差 我们称为路径差 那刚好如果是坡长的整数倍的时候 所产生的干涉现象 我们就称为建设性的干涉 就是从他们相遇的那个地方 到两个坡圆 所产生的距离的一个差 如果刚好是坡长的整数倍的时候 这时候它所产生的合成坡的整数呢 当然一定是它的两倍 这个情况我们就称之为建设性的干涉 那如果是破坏性的干涉的话呢 它的坡层差就是半个坡长的激数倍 所以一定是峰跟谷呢 谷跟峰相遇 所以它是半个坡长 或者是二分之三个坡长 二分之五个坡长 二分之七个坡长等等 那这时候政府呢就会变成零 如果它是同向坡圆的干涉的时候 那接着呢我们透过这个立体 让同学对干涉现象呢 有更清楚的一个概念 我们假设有两个扬声器 那接在同一个震荡器 比如说这个震荡器就是一个麦克风 就是两个喇叭 所以它既然是同一个震荡器呢 所以它所产生的坡当然是一致的 那现在假设有个观众呢 站在这个第一个扬声器的前方 二十公尺的位置 就第一个喇叭的前方二十公尺 那刚好它所产生的坡呢 坡长又刚好是二十公分 而且呢刚好又是一个破坏性的干涉 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找出这两个扬声器的距离 是多少 所以根据这个破坏性的干涉的公式 我们知道PS2这个就当作S 因为它是一个波源 这也是一个波源 那所以PS2呢 减掉PS1 我们知道刚好是半个波长 也就是0.1公尺 那所以呢PS2呢 显然就是等于PS1 我们知道PS1刚好是二十公尺 然后加上0.1 所以PS2呢就刚好是二十.1公尺 那又刚好呢 它又刚好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知道直角三角形的话 就可以利用那个B式定理呢 来找它的距离 所以这个距离D呢 对它显然就会等于 根号的PS2的平方 就是二十.1的平方 减掉呢 二十的平方 那算出来的结果呢 刚好就是两公尺 好我跟同学再做 跟进一步的解释 就如果说这个麦克风 这个震荡器呢 它产生的波的波长 刚好是二十公分 那这两个喇叭的距离 又刚好是两公尺 都是刚刚好 那有一个观众呢 站在第一个喇叭的正前方 二十公尺的位置 那基本上来说 它所这个 因为这两个坡 达到这个地点的时候呢 好 到两个破音的坡层叉 刚好又是半个坡长的话 就是刚好是一个 破坏性的干涉的时候 这个观众呢 基本上他听到的声音呢 是非常微弱的 因为正乎是代表 它的声音的大小声 那对声波来说 正乎就是它的声音的大小 就响度就对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 它的正乎是零 可以视同为零 意思也就是说 基本上它是听不到 任何一点的声音 对 那如果刚好是一个 建设性的干涉的话 它听到的声音是会比 一般的观众听到的声音 要来得大 好 要来得大 所以看你的题目是怎么设计 因为我们的题目设计 是一个破坏性的干涉 当然基本上 我们也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 建设性的干涉 那如果是建设性的干涉的话 这两个扬声器的距离 应该是会跟 两公尺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它刚好是两公尺 那当然一定是破坏性的干涉 对 好 那有关这个干涉的一些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